说故事的 听故事的 无论是谁 都是角色 欢乐的 悲伤的 不管什么 都值得分享 最后 加丢story 献给喜欢故事的你们 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听加丢story节目 这是星际的专题 我是西蒙 我是渣谎 我是四少 因为我们在春节期间录制 所以娜迪亚这个 根本没在 玩去了 玩去了 对 所以渣谎替代一下 不过其实我们捧根的角色不那么重要 史莱要不要很重要 重要还是主讲人 要不然我紧张 然后今天我们还是书接上文的故事 我们看场音乐这首应该是Heaven's Devils 这个Heaven's Devils天魔这个说法 其实是吉姆雷诺当年从军的时候 然后他们的部队 打穿号 就是打出来了外号 打穿了一名号 特别牛逼 因为他没能打 这是其中一个小故事 吉姆雷诺就是人类英雄 我们上文详细的说了 所以这首曲子是有出处的 然后这个曲子 刚才我们开始开篇放这段音乐的时候 还跟斯莱说 当时星际的音乐 他有带有性的 不知道是贝子还是挤他弦那个声 感觉还 他让你印象特别深刻 因为小的时候 当时97 98年的时候 没有玩过特别类似于这样的游戏 说什么话 当时音效也没有 就是有这么 对 哐一声那种 对 然后他当时用了某种效果器实现了 把吉他用solo的声音变成了一种特别 反正优扬 但又不是现在那种特别垫的那种感觉 那种特别特殊的音效 所以后来二代复刻了很多 就这种感觉 静电的那种感觉 对 真好 吉他的那种感觉 挺牛逼的 然后我们还是story节目 就是回顾一下上文 上期其实讲的还挺杂的 特别刺杂的感觉 简而言之 我们就是讲讲人类文明是怎么 就是在科斯鲁兴区扎了根 是一帮政治犯之类的就落这了 然后又讲了科斯鲁兴区 在短短的一段时间里来回政权更迭 从联邦一开始是分裂 就两个阵营分裂 然后成为联邦 然后联邦又因为其中一位 这个萧雄的这个两面三刀吧 然后最终促成了这个帝国 然后帝国和他的这个反抗军 来回折腾的时候呢 然后这序章还没还没开始 然后两个异性种族 分别是这个从本能的要 要吞噬这个神族的 神族的重组 还有这个因为打了 不知道几千年 所以重组一出现 就紧紧着来的神族 然后这三方就在科斯鲁兴区 大大一场 其实跟人也没什么关系 人类就是 人类明朗明 对明朗明 什么玩意儿就打起来 什么事都掌握 人类其实有点关心 因为人类是天然的灵能载体 然后这点就吸引重组 其实就是科斯鲁兴区的人类 是一切的起源 然后打到最后 就是中间的过程就暗下物摇 还有包括高级的特工凯瑞干的加入和叛变 回顾一下上期节目 然后被主宰转变为刀风女王的故事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故事 就是神族的英灵塔萨达尔 他为了消灭主宰 然后把曾经分裂的两对族人光明胜藏 黑暗胜藏 然后重新联合起来 然后为什么联合呢 是因为不使用黑暗胜藏的虚空能量 就杀死不了主宰 因为他们之前试过一次 拿他们自己的灵族神族的力量 根本就捅不死 很弹疼 他之前没有解释之前的一个设定 就是说光明胜藏使用的那种力量 和黑暗胜藏使用的力量 其实是互斥的 有一种说法是同时使用是炸 直接爆炸 然后有一种说法是不生效 反正这样的话 可以说塔塔达尔用他的老朋友泽拉图 泽拉图就是黑暗教掌 就是暗塘这边的头 然后二人心情相惜 互相学习 都是好人 然后塔塔达尔就是融会贯通 最后以自己的一个牺牲 杀死了主宰 然后差不多这个就是序章 打的反正是原来的人类帝国 分崩离析 然后神族其实损失了自己的母亲查尔 然后他们现在撤到了 或者叫艾尔的 撤到了暗塘武士 然后就算是受到重创 然后我们这期就是算故事正式展开 然后上去 这才是展开 前面那么烂七八糟的 就是一个序章 我们之前提到过说 人类在地球方面并没有亮 把科鲁星星人亮着 他们后来发现了他们 而且也发现了神族和虫族存在 他们就此就是颠覆了他们整个政权理念 从此重组为UED 然后他们的目标就是说 剿灭这个外星的文明 实现人类的这个神圣性 对神圣性 然后他们就派出了一支远征军 这个就促成了我们本期的故事 本期的故事就是母朝之战 因为这个星级正霸 其实跟暴雪的老游戏比较像 它的第一版就是评价极高 但是感觉还差一口气 对完美了 对然后他来出一个资料片 经常就会把这个系列带上高峰 母朝之战就是这个资料片 然后我们就来讲讲这个资料片的这个故事 然后上期有一个错误 是我当时已经脚懵逼了 然后应该有很多错误 我只要有一个比较明显的 先给大家纠正 对就是上期我们说到有一个 林镇这个统帅 这个阿塔尼斯 大主角阿塔尼斯 他有一个朋友 一时一有的朋友 除了塔塔尔尔专 还有一位战士叫菲尼克斯 然后他这个在故事中 其实战死我一次 然后因为神族的这个能力 这个技术 龙骑兵 对他就重新成为了一个专攻的龙骑士 当时我说错了 把他说成了净化者龙骑士 那净化者项目 我们要在之后讲的 它是一个 在这个里面还没有出现 它是个神族 这个千年以来的一个老的项目 很重要的一个救急项目 但是他这里不是 一般把这个龙骑士 这个特殊龙骑士 叫做战争积蓄龙骑士 其实也是跟普通龙骑士不太一样 毕竟他是一位 英灵 强大的战士 他这个时候还不是英灵 因为他没有 他作为狂战者战死的时候 他相当于没有战死 他是宾死的这种状态 所以他后来跟吉姆雷诺 并肩战斗的状态 就是战争机系龙骑士的状态 也很强 然后说回来 主宰 之前上期说完 主宰不是被阿哈尼斯 一击杀死 然后主宰是干嘛 当然他就是所有虫群的大脑 然后他一死 虫群直接就陷入混乱 就在阿尔上 就变成了一种放养的凶残的动物 满星球都是 但是不成组织和规模了 但是也元气大伤的神灵的心灵 其实官方一名应该心灵 圣寒武士心灵 就没办法只能撤退 现在就不能夺回自己的家园 然后他们往哪撤 放眼望去 只有一条路 虽然不是很开心的路 但他们 对得去 得有地儿待 然后他们就决定去 暗影圣堂 或者叫黑暗圣堂武士的母星 这个母星叫萨古拉斯 这个事就非常尴尬 因为当年闹过分家 分的其实很 已经撕破了 很无痛快 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光明圣堂的统治阶级 希望不要让他的族民 后远知道有 对有这个东西 暗堂武士的存在 然后现在不得不搬人家老家 其实以前他们也不知道 对老家在哪 大家很尴尬 落了地之后 大家场面 气氛一度十分尴尬 对 气氛非常尴尬 但是因为塔萨达 非常娴熟的融合了二者的力量 证明大家族群可以弥合 大家就聊一聊吧 谈一谈 而且这个时候 就是说黑暗圣堂武士的精神领袖 其实他们的老族长是泽拉图 我们之前说过 但是泽拉图不管事 泽拉图就是四处游历 四处转悠 要调查一些 就是他心里的 他觉得有些事得调查 然后他就不管事 然后这个暗影 这个暗影圣堂的这个组长 是一位女组长 叫拉萨加尔 他就先迈出一步 反正双方总体有一个人 有点睁着眼见 说这个欢迎 欢迎你们的到来 对欢迎族人来到 这个大家说到里 也是一家人 我们虽然把变的假了 是吧 我们不连卡拉了 是吧 但是也是一家人 我们虽然是断网状态 也欢迎 对 欢迎 所以找着你们 对 但是问题就在于 你们来这也待不安生 因为其实这个 主宰也不知道 这个占领了艾尔之后 是发现了数据库 还是怎么样 就重庆的已经 知道这个地儿了 对 扑向了这个 这个母性 这个 萨古拉斯 对 对 萨古拉斯 太难 这名字太难记住了 这时候男女儿绕 对 因为这个时候 他当时 不是主宰亲自动手 但是他指挥 他旗下的一个脑虫 就是高级的这种 指挥节点 指挥者 对 然后带了一批虫子 已经来到了 萨古拉斯 反正观点 观点是光明 还是黑暗发 都是神 都是神 都是心灵 我这骨子里 就是一股冲动 就要给你 全面吃了 我们就不说神族了 对 统一成心灵 心灵 对 然后双方 就开始动手 除虫了 但是 这个融合了 没有 其实双方 还是有隔阂 毕竟 神族的想法 心灵的想法 是 大家都连着卡拉 所以大家心境相通 但是这帮人 这帮人变得给讲了 感受不到 对 就对不上 然后大家 就是口头交流 眼神交流 各凭本事 反正就是中间 也是也有摩擦 结果 这个时候 就发现 萨古拉斯上的义虫 也是非常非常多 其实越打也 比较弹腾 但是打多的时候 他们有一天 突然接受了 一个意料的援助 就是刀锋女王来了 然后帮他们 去对抗义虫 就他来到 凯尔甘来了 对 凯尔甘来了 然后凯尔甘跟 拉莎加尔说 说我已经脱离了 主宰的控制 因为之前一直是 主宰控制我 但是我心里 有一部分还是 有自我意识在 对 有人性 还是凯尔甘 所以我希望能 但是现在 我们现在有个 共同的敌人 就是有一颗星 叫缠尔 缠尔上有一个 新的主宰在孵化 就像是族群的后备 备选方案一样 还有一个 对 还有一个 所以说 能不能我们就联合一下 我贡献出我的力量 然后你要帮我 把新主宰杀掉 主要的交换条件 是说我可以帮你 首先消灭你的异族 这个就不是啥大事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会帮你拿一种 拿一个东西 叫凯达林水晶 然后暗影圣堂 他们说 你居然知道这个东西 是因为 在黑暗圣堂 他们供奉一种 上古的神灵 叫萨尔纳加 他们有萨尔纳加神器 然后他们把 就是黑暗圣堂 信奉的神灵 然后他们就 其实严格意义上 不能叫信奉 但是他们知道 有这个东西 而是很尊重 是供奉应该说 对 然后他这个就 这个凯达林水晶 就相当于有 这个上古的 萨尔纳加力量 非常非常强 大家就 想要获得这种力量 对 这一拍即合 然后 但是别忘了 就是说跟着 跟着这个难民 跟着这个心灵难民 人来了 包括这个芬尼克斯 阿塔尼斯 泽拉多 对 就觉得这个 刚跟刀鸿米王 打的 你来我 对 然后你现在 突然说到灵核 这事 不合适 觉得不太对劲 就是不太合适 但是 拉萨加尔说 当时觉得 可能是看到 水晶 作为 圣物 确实很强大 说可以吧 我们就 勉强合作一下试试 于是 双方 凯瑞干和 心灵的所有人 就开始寻找 这两块水晶 这个是光明和黑暗 那边都是 反正大家就一起行动 一起了 对 一起行动了 然后 但是你说的水晶 是两拨人都能用上吗 其实 光明和黑暗都能用上吗 技术主要是在 黑暗圣堂这 它要在 散尔达亚神殿里 启动它 它的想法 其实启动是 释放出能量 然后它 不知道为什么 它有一种 敌我识别器 是把虫子刷 就清了 对就清了 非常强大 然后 他们在忙着 找水晶下落的时候 对 他们其实两边 各自都找到了水晶 然后 后来 结果有一个 老的圣堂武士 一个老的执政官 我忘记了 上期 讲的细不细致 就是光明圣堂的 社会结构 大概就是 执政官阶层 然后下面是 平民阶层 有说过 有说过一次 然后他们里面 有一位老的执政官 这个执政官 我都不想说名字 阿达利斯 对 因为主要的是 我怕大家忌惑了 对 其实说上名字 确实是狗狗 对 然后这个就是说 叫这个执政官 一般叫阿达利斯 或者叫阿尔达利斯 它是个老 类似保守派 有点类似 德高望重的老家伙 但人很同 也很强 结果他发现 我觉得 他有点怀疑 拉萨加尔 有点问题 然后他就决定 率兵 反叛 其实一方面是双方族群的隔阂 另一方面他也觉得 女组长这个行为十分的不妥 因为首先是你其他三人 泽拉图 芬尼克斯 跟安塔尼斯 都觉得这个合作确实不太妥当 但是只有拉萨加尔就一口 直接就认为说 这个事可以以他的计划作为担保 所以可能保守派这边 阿尔达利斯 他觉得这个事确实有点问题 对 然后但是毕竟他只是一场叛乱 然后心灵就很快击溃了 阿尔达利斯的叛军 然后把他抓住了 然后大家就问你 大家本来脆弱的同盟 就现在遥遥欲坠 而且外敌 你这干什么呢 对吧 结果当他想要辩解的时候 凯尔根下手直接把他杀了 然后 那就是有事 对 然后这个心灵就怒了 他说再怎么着 他也是我们的高级执政官 就轮不到你了 就从动这个手 对 然后很愤怒 然后这个心灵说你走吧 我都给你拿 都给你那个 时间也差不多了 你赶紧出去 就是我们 看着我们合作的份上 是吧 现在不办你 你就走吧 于是这个 刀房里王就直接被赶出去了 反正真的挺给面 然后这个剩下的心灵 就在这个萨尔纳亚神殿 直接把这个凯尔根 凯拉林 凯拉林水晶 直接给启动了 然后直接就扫平了 萨古拉斯上所有的异虫 就相当于这个 很奏效 对 黑暗圣堂的这个母星 至少保留下来 然后这边这个暗下物表 然后我们说的 但是那边呢 对 UED 我们说说UED 现在说回来 人足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 就是他们这个合作 现在只是这个 完成了 一半吗 完成了凯尔刚才说的 这个水晶 你们找着他 但是竹仔怎么办呢 竹仔怎么办 但他摆面了吗 就没下 没这茬了 这太狠了 对 水晶找了 然后赶走 对 然后新竹竹仔杀不杀再说 对 然后这边就先看 先说这边这个联盟 这边的合作破裂了 但是这边UED 这个地球联合理事会 就已经打算 组建远征军 来到这个客户兴区 去摆平这些事了 于是他就请 他们的远征军 有两位德高望重的将领 一个叫杰拉德杜格尔 这个就是 你有没有印象 就是选单人战役的时候 在母朝之战 选人族是一个将军 就是他 杰拉德杜格尔 然后他有个副官 叫阿列克系斯托科夫 是个毛子 非常非常彪悍的 两个人 这两个人是地球上的 战斗英雄 就都非常强大 都非常得高望重 而且这个有能力 然后他们来的任务 非常简单 就是来这 先把这里人类支柱 你们都是人类 反正听我们 然后当然 统一这个分裂阵营之后 把神族和崇祖 全部消灭 然后 反正就是维系人类的荣光 就是这点事 以及人类的神圣性 对 然后反正人家 就是远征军牛逼 然后就到了之后 斯多科夫和杜格尔 发现这个地方已经打作一团了 首先他们街上 就是原来联邦政府的残党 就是说 他们本来就要推翻蒙斯克 记得上天我们说过 这个萧雄蒙斯克 然后残党的领袖 叫萨米尔杜兰 请大家记一下 这个人物比较重要 杜兰 对杜兰 听这期 得先拿个本子记个人名 记得 有个叫杜兰的大哥 然后首先 具体就不多说了 他们首先就先抢军事设施 比如说 Dalarian 这个星球上的船场 首先先抢他们的船 星际战舰 先把他直接抢来 而在这里 就直接把蒙斯克 当时的将军 杜克 直接就击败了 然后 后来 他们已经进入到 帝国领土的情况下 杜兰就开始建立 说我们 是不是把能控制 虫族的灵灵干扰器 搞到手 就先搞到手 就说这个东西 其实很不得了 当时蒙斯克 靠搞的圣灵涂炭 一定得控制住 然后在这个时候 就出现了分歧 杜兰跟杜戈尔说 说这个东西得拆了 这个不合适 这个东西能控制虫子 不合适 万一落在蒙斯克的手里 就获得不关设想 然后斯多科夫说 这个东西挺要使的 该用就用 因为我们毕竟是远征军 其实我们没有后卫兵员 我们墙归墙 就这么多人 就这么多人 尽量避免损失 是不是 然后这个时候 有这么一个桥段 斯多科夫其实本身是个灵灵者 然后他本身在游戏里 是个幽灵 幽灵特工的形象 他就让幽灵特工 去阻挠这个杜兰 拆毁这个灵灵发射器的这个过程 然后杜兰也没拦着他 于是那个斯多科夫就偷摸 把这个拆了 拆开之后呢 运走了 密切了 然后这个 在一方面虽然有争端 但是他们这个 UED这个铲除异己的这个 对带来这个稳定的这个行动 有条不能在进行 然后很快呢 他们就决定 就是剑指克哈 直接打到这个帝国的母星 其实这个帝国 因为上一次 我们说到这个重足的危机 已经风雨飘摇 其实已经名存实亡了 但是蒙斯克还在 然后他们就决定去克哈 先把蒙斯克制住 先把他抓了 然后这个管是审判 还直接毙掉 反正就是没有 再也没有帝国了 斩首行动 对 然后结果呢 他们在那旧的时候呢 这个我们的老伙计基姆雷诺 跟着他的心灵的朋友 直接沙江进来 把蒙斯克救走了 这个事呢 背后就又遇到了非常尴尬 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凯瑞根 他们被心灵轰走之后呢 过这时候回来了 回哪了 就回到了心灵面前 我说我可告诉你 现在有一个来自地球 就是说人类啊 我们这边 有威胁 远处我们的家乡 是一个叫地球的星球 上面人牛逼着呢 现在他们来了 你知道吗 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吗 你看啊 我就是我不是说 不是针对 你们这个心灵啊 因为你们这个打 不是针对在座的各位 在座各位 我跟你说 谁也得也分享打得过他 我们这个敌人的敌人呢 就是我们的朋友 我说我绝对我们 我提议我们搁置争议啊 然后呢就是说 最不好意思的 反正你们直升官杀死了 不好意思啊 然后但是我们还是得联合起来 但具体为什么杀这些 对就是不说 然后说 而且我们需要联合的 还有一个一个力量 就是我们过去的敌人 帝国的残党 也得联合起来 不然的话 你肯定拿这个UED的 这个这些 强大的力量 决定军一点半还没有 然后大家 金雷诺能乐意吗 应该说在场没有人能乐意 但是后来想了想 这个冷静下来 是吧 总不至于就是 总比被UED直接踩平要强 因为我们这 所有人自己都有自己的事 这边要收复艾尔 这边虫子事没解决 然后总不能被这个事耽误了 于是决定 行吧 那先把蒙斯克救回来 就有了刚才这么一出 就是UED的远征军杀象 克哈的时候 然后结果这个星灵出来了 把蒙斯克救走了 所以之前分裂过这些 又暂时又回来 又暂时又到一起 又跟凯瑞干星灵 人类自由斗士和帝国 联合在了一起 很奇怪 对很奇怪 然后在这场战斗中 还出现了这样一件事情 就是杜加尔决定 我把部队先分而使用 然后我主力杀象克哈 然后其他人来防御 万一这个虫子过来了 结果打的时候 就打的时候 苏科夫 发现杜兰人美了 然后本来苏科夫 就不太信任 在下之前 意见相左 他就一直提防了 杜兰人 对联邦渣子 结果他跑了 人没了 然后苏科夫 直接就起了疑心 然后决定去追 去调查他 结果这两个人 都不在的时候 就非常巧的是 一只虫群的大军 直接就扑向了 UED的守军 因为这不是拆开了 一场唯唯就兆 结果重创了 UED的远征军 结果这段 其实也是有大量的分歧 然后再加上 因为这次分歧 导致了重创了 斯多科夫就和他的朋友 主指挥官杜加尔 杜加尔就断了联系 而杜加尔觉得 他肯定是叛逃了 因为正巧赶上了这个时间 对 然后斯多科夫就决定后撤 然后把能量干扰器 直接启动了 之前灵灯干扰器 于是UED 其实远征军的势头 直接就被挫败了 然后这个时候 斯多科夫已经怀疑了 这个事都太巧了 首先他这个事 主要一开始原因 是因为杜兰 他自己突然一下子消失了 他所带领的部队 防守这个区域 就没有人来镇守 再加上其次 斯多科夫又因为杜兰 突然消失这个事 自己也临阵就是离开了 对 然后结果他自己防守区域 又没有人逃 对 就正巧了 这个时候 来了一大批虫族 对 然后这个时候就只能撤军 而这个雷诺 蒙斯克和星灵 直接就回到了萨布拉斯 把蒙斯克救回来了 然后这个时候 要说说杜戈尔的选择 因为他这个 斯多科夫是他的从小的玩伴 也是他这个 并肩战斗的战友 他觉得不可能 也不管可不可能他一定要处理完这个事 于是他就是 这个到达这个 斯多科夫撤退的星球的时候 他发现斯多科夫 就是已经在这个灵灯干扰器里面 就是边上倒下了 都要死了 已经奄奄一息 然后斯多科夫说 最后反正 人之将死 其然也是 你就爱信不信 但是我一定给告诉你 其实这个杜兰才是叛徒 联邦的杜兰 对 他忽悠你了 然后 而且他那个把我杀了之后 这个干扰器马上就要炸了 你赶紧就撤了 而且我要告诉你件事情 杜兰 为什么不让你开干扰器呢 因为他已经被虫群感染了 开了干扰器 他自己就是一条死路 对 他其实是 这个人也能被感染 对 他是虫群的人 他是一虫方的人 但是说你这个 这个杜兰干扰器 明白这个意思 但是所以说 你一定把这个 不能让他被拆毁 一定要用他 然后 这个杜格尔就非常悲痛 但是只能这个 抛下自己的这个战友 然后使用了 重新使用了这个干扰器 然后这次 这次干扰器就非常 非常非常成功 因为这个UED的军队 直接就让 所有的异虫 直接陷入混乱 因为其实这样 刚才来看那次 就是重群 凯瑞干 率领重群的这个 阳弓 其实是没有太 就是冒着很大风险了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有这个干扰器 所以事实上 事实也是如此 然后直接UED就 扫平了所有的异虫 同时他们控制了 查尔上新的主宰 然后我刚才 这么厉害 对 直接控制了新的主宰 然后他们 在这点上来说 就是他们还是很高兴的 所以我们损失了 我们的副指挥官 伟大的一个战士 但我们战斗获得胜利 以人类之名 告诉你们 我们是能控制住 外星种族的 虫子就是这个 下一个就是这个星灵 这帮神神闹闹人了 其实这个 UED的这个成功 损失其实非常大 因为凯瑞干自己都 都认同这个 斯多克福是一个 杰出的将领 杰出的战士 然后包括刚才 我们刚才说的 就是他其实很快的 意识到这个 就是UED的主力舰队 杀向科哈的时候 防守舰队 在关键时刻被虫群攻击了 就感觉太赶巧了 是吧 太巧了 然后他就怀疑 他们的联合 但事实上就是如此 因为那个是凯瑞干 率领了他自己的虫群 去攻击了UED的后方 其实是一次 协同作战 而可能他的同僚 还觉得这只是 一次巧合的情况下 斯多克福就意识到了 这明显就是 有战略战术的 一次协同 他基本上已经意识到 人虫神三族 都已经在UED面前 联合起来了 他是最早意识到 这件事的人 所以说 他的损失 其实算是对UED 后来的负面 埋下了伏笔 确实埋下了伏笔 然后再说说 刚才我们说过 杜兰是个叛徒 是吧 是个虫族的叛徒 他跑哪去呢 他当然就跑到 开车干的去了 现在我发现UED面前 现在就是UED和 我们之前讲过的 所有人物 在另外一面 接着就是这个情况 对立 对 然后因为有杜兰的帮助 杜兰这个迷之人物 对虫群了解甚多 非常奇怪 然后凯瑞干的 就开始把残破的义虫 在他的麾下联合起来 以刀轰女王的名义 联合起来 不要去新的主宰 是这样一个状态 然后他就鼓励 蒙斯克用灵灯发射器 越来越多的把虫子 往我身边聚一聚 然后我再跟他们 产生联系 我再控制他们 就是这样 这个可以 对 配合了 都用工具了 对 配合了很不错 然后他们是这样 蒙斯克有自己的灵灯发射器 然后配合起来 他们再去摧毁 地球联合理事会上 他的灵灯发射器 就这样的一种对抗 然后他们又回去 在克哈上 又跟UED大战一场 其实这个时候 就相当于三族联合 战略率其实是非常高了 对吧 然后屠杀UED的部队 节节胜利的时候 把克哈拿下来了 然后蒙斯克自然就拿下了首都 他的帝国得以重建 又回来了 对 然后在这个时候 凯瑞根又决定再反咬他们盟友 这一口 又来一次 这么厉害 又来一次 在这场战斗中 就是菲尼克斯 真正的一场战死了 菲尼克斯怒了 我早就看你不爽 之前是宾死 对 宾死又回到成为龙骑士 战斗中骑士 然后这次 他就是非常愤怒 直接在阵前向凯瑞根叫阵 说当时就是看你 是吧 你能不能像个战士 像唐章章章出来 别搞这些两半三刀 就地二五的事 反正凯瑞根 其实他 确实是没法面对重拳 后来就直接就回归 魂归卡拉 直接就战死了 这个其实挺可惜的 他跟吉姆雷诺 是在很早之前 就是在之前对抗主宰 包括这一路打下来 双方就是一种 身后的战友情义 真的就是 雷诺总嘲笑他是老头子 因为他确实也 三四百四十 确实是老头子 对 而且就是很耿直 这个人就是很直 真正意义上就是战士 真是一个战士 后来其实就是 因为这件事 因为这个菲尼克斯 最终真正的战死 被重新淹没之后 他标志着 这个吉姆雷诺和凯瑞甘 彻底的决裂 对彻底决裂 就是因为这个人 虽然 一个纽带断掉了 对 因为之前 这个毕竟两个人 还是有些感情在的 但是架不住 如此多的背叛 这个背叛是不能容忍的 然后这个吉姆和凯瑞甘 就是从此一刀两断 但凯瑞甘为什么 他就是因为 自己性格里面两面性 经常会有变化 不是 还是暂时没说到 对 暂时没说到 胡别太多了 对 然后 这场战斗还有一个 就是这个 其实这个蒙斯克的 这个将军杜克 也在这场战斗中 也被杀死 就相当于这个 星陵和人类 泰伦帝国都这个损兵折将 然后 这个雷诺和这个蒙斯克 就跑吧 就只能又再次退场 又没有他们什么力量 然后现在你会发现 凯瑞甘 他的想 他其实他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再把新的主宰杀死 不然的话 他就是很难跟他抗衡 所以他的阻碍 就剩下最后一个了 就是把新的主宰杀死 但是呢 他也能彻底控制这个种族了 对 但是他杀不死主宰 对吧 新的主宰现在是被 地球联合理事会 其实这个也不是什么问题 因为联合理事会 也被他重创了 但是他问题在于 他没有黑暗圣堂的虚空能量 就是彻底杀死主宰的这个能力 他没法彻底杀死 于是呢 凯瑞甘就到达了 这个萨古拉斯 把这个沙拉加尔 直接绑架了 拉沙拉加尔 对 拉沙拉加尔 之前暗藤武士 那个 对 他的女主宰 然后呢 他就强迫暗藤武士 去这个杀死这个主宰 然后于是呢 就相当于一场协同 就圣堂武士 暗藤武士 以自己这个牺牲式的这个进攻 去杀死主宰 他用自己的异冲 把UED的这个部队 干掉 挡在查尔外头 然后事成之后呢 就反正是事是成了 那泽拉图就是已经赶到要调停 说你赶紧把这个 给我还回来 对 赶紧赶紧把组长还回来 但是实际上呢 这个 拉沙垫 对拉沙垫 拉沙垫 拉沙垫 拉沙垫就是拒绝了 然后他回来的时候 告诉赶紧赶紧一件事情 就是实际上 他从一开始 具体不知道多早 但是很早之前 他就被这个刀红女王 用精神上控制住了 是吗 对 因为刀红女王这个灵能力 非常非常强大 就是远超他 连神 连英灵 心灵都要控制 对 他就是远超他的这个预料 然后他已经被 被这种精神控制腐化了 太深了 就已经无法自拔了 就是彻底变成了这个 对 彻底变成了这个傀儡 然后 我不能继续领导 整个部族了 因为现在我其实就是傀儡 就趁着我还 有理智 有意思意识 对 一定要终结这个悲剧 然后这个 泽拉图就是万分悲痛 只能亲手 杀死自己的女组长 然后 但是没有这个黑暗圣团武士 没有就此分懵离析 就是黑暗圣团武士的族女儿 叫沃拉尊 成为了新的组长 然后也因此 沃拉尊跟泽拉图的关系 一直很紧张 虽然 虽然这个 因为杀了他们 对 沃拉尊理解 理解这种行为 他知道 但还是很难接受 生理上来说 还是无法接受 而且 其实尴尬的之处在于 就是我们更容易理解 黑暗圣团的 这个 哲学世纪观 因为他们 人与人之间是有隔阂的 因为他们没有 互相 他们没有 练那个 我们就是 其实更容易理解 就是人和人 就是这种感觉 可能放在这个光明圣团 大家都是为了牺牲 与 卡拉 对 和谐 大家互相是很容易理解 但是黑暗圣团 确实不行 然后 知道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形势很危急的情况下 蒙斯克和这个 光明圣团的 新的大主教 阿塔尼斯 各自领头里 知道这个事 很麻烦 于是就决定 破釜沉舟 对查尔 发动一场棋袭 不是你死 就是我 因为实在是 现在他们感觉 刀红女王比竹子还吓人 对 怎么能这样 结果 他们到的时候 刀红女王 已经成为了一种 至高的 真正的控制者 然后他们就直接把他们的 来犯的舰队和部队 一一消灭 之后 把他们都放走了 走吧 反正你打我 蔑视你们 对 不要在这耽误时间 然后于是蒙斯克和阿塔尼斯 只能撤了 而这个时候 就是UED的舰队 几乎可以说 全军覆没 就打光了 然后杜戈尔 这么牛逼的一个军队 对 杜戈尔就自杀了 用他 他拿有一把 鲁阁手枪 这还是很详细的射箭 拿把鲁阁手枪 然后二战德国军官使用 对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对 然后凯瑞克作为刀锋女王 吸满一族 然后整个查尔被义虫控制 整个稳定下来之后 突然就什么都不干了 陷入了宁静 就是这玩意跑一回头 发现虫子根本没追他们 虫子也回去了 就这样 特别有窒息的 对 就默默地回去了 然后 这就是母朝指展 发现了吗 真的是 他所以说不叫血战 就是很多 对 这个星星争霸这个资料片有一个物意 可能有人以为叫血战 其实他就是讲母朝 讲重新母朝的争夺 是母朝之战 然后 差不多结束的时候 母朝之战留了一个尾巴 就泽拉图呢 也不管这些事了 他继续 云游四方 继续这个自我放逐 然后结果他在一个未知的星球上呢 撞到了萨米尔杜兰 还记得这个人 就是UED里面那个叛徒 被虫租所控制 对 然后他发现杜兰 他干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他发现杜兰 在用实验融合 异虫和心灵 造一种 兼顾二者基因的生物 然后 这也战士那种 类似吧 战士太好了 然后 然后泽拉图震惊了 说你这种事情 真是严重褻毒和邪恶的事情 杜兰说你懂个屁 我说我效力于 比你想象 你们这点 可怕的可笑的知识 所认知的那些神灵 还要伟大的存在 对 你根本就 就是你根本就 理解不了 理解不了 我现在混 这种混合 就是他把它叫做混合体 混元体 究竟是什么东西 他们已经在整个星区 埋下了种子 他们不仅仅要改变这个星区 还会改变整个银河 我效力无主 将会永久的改变这个银河 然后泽拉图就是非常震惊 但是母朝之战的故事在此 戛然而止 对 被后面留下了伏笔 是的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星期争霸 这个版本 把星期争霸推向的巅峰 一方面是电子经济 的一个红金时代 对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留下了一个极大的尾巴 但是后来随后 是吧 这个北方冒雪 离开了 对 然后这个不知所踪 对 然后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玩家 讨论这个结尾 到底是啥 讨论了无数年 一直到星期争霸 出来 对 把这个故事讲全 还是请大家不要剧透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讲到了认知 就是母朝之战 刚刚结束 这个母朝之战结束 大家的认知 就是一连懵逼 原来还有个这个事呢 但我现在听起来的感觉 就是比如说 我们讲这个母朝之战 这里面发生过很多次的战役 对 但是其实我们只是把这个整个历史 按照这个年表顺了一下 对 但是这里面我觉得有好多地方 其实如果大家听起来 肯定不太明白 对 就比如凯瑞 刚才几次的这种翻来覆去 到底是 是为了什么 其实在这个当时的游戏和剧情 你感觉不到 你是感觉不到 你只是觉得莫名其妙 总有虫的过来 对 给打起来很麻烦 对 所以当时其实这个设定也不是很完整 他就是 对 我们现在已经很难说 就是星星之妈一的时候 他怎么处理 这些小的 因为在星星之妈二出来之前 对暴雪的这个预算家游戏的 这个故事风格评价 对星际的评价 简单来说就是人物制 就是他人物更多 每一个人物 他不是一个系统的故事 而是因为每一个人物 他或者说他的故事很短 就是他的故事好像格局 并没有那么大 但是每个人物之间的恩怨纠葛很多 比如说这个 和蒙斯克的这种背叛和理念的冲突 然后这个吉姆雷诺和凯尔克里根之间 爱情和这个跨越种族的这种感情 然后包括还有就是新灵族和人类之间的互相不理解和理解这样的关系 以及菲尼克斯和吉姆雷诺之间的战斗勇情 对什么合纵连横这些事情 其实是他是一个小格局中发生的极其激烈冲突 李小剑大 然后他在李小剑大全部讲完之后 留下了抛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包 告诉你还是有宏大的事情 在等着 所以这个不是说这个故事不够细腻 对 故事其实非常细腻 但是我们这个故事结构不允许我们上来就那么讲 对 然后当然星期正八二三部曲讲完之后 大家也非常清楚后来怎么做 我们也不太清楚暴体后来处理 是不是当年星期正八一的处理 因为北方暴雪这个事情 对 所以我们这个我们会接着往下讲 接下来我们就会进入到星期正八二之后的故事 然后这个反正其实讲的还不是特别细 有些地方可能为了临场的严重 没有跟细节也并不相符 希望就是这个节目一方面能唤起当年 这个魔伤之战打完之后讨论的那十几年中 那些真正非常精细的研究过 星期正八的玩家的一些共鸣 然后也让新玩家对这个老系列有点兴趣 回去可以看一看真正的细节究竟是什么样子 然后下期我们再继续推进这个故事 差不多就是现在这个 OK 我们就讲到这了 母朝之战讲完了 星期正八一 结束了 正式结束了 然后讲的还是中间感觉很多东西有待填补 对有待填补 其实就是大致说了一下什么事 因为其实跟龙马聊的时候也说过 像星期魔兽故事也是这样 体验的重心 就是体验的大头 在电台里是最难讲的 对 因为你在打 因为其实是玩的过程 是战斗 是 乱七八糟的 稀里哗啦的那些东西 但是你又很难用嘴说清 对 所以我们这个story节目 其实讲了更多就是玩之外的故事 尤其是中国玩家玩的 盗版的星期正八 很多时候没有过场 对 我们是把他过场串起来讲了 对 然后包括任务简报 当时是英文的 很多人也没在看 一知半解的状态 对 所以我们这次就讲一个脉络 对 等到下次我们等到星期正八二 可能大家就更熟悉 因为我们官方中文了 是 然后到时候我们再讲讲 星期正八二具体发生了什么 我发现这个跟魔兽真是不太一样 发现不一样 魔兽是一个特别红篇巨制的一个大的史诗 星期正八一又不是 抠着抠着的就是这点 就这些人 这些人之间的运运情仇 几个星球 几个星区 几个战场 然后来来回回 就这样 行 那我们期待下一期的星期正八二的 对 将会把星期正八变成跟你 更想的不一样的 另外一个状态 OK 那行 那咱们就下期再见 朋友们 拜拜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